如果我把原来自住的房屋出租出去了 是否要通知保险公司呢 A. 不需要 因为都是保房子 B. 不需要 因为房子一直有人住 C. 需要 因为房屋种类不同 D. 以上接错 正确答案是C. 需要 因为房屋种类不同 保险公司其实针对不同的住客类型 其实会把房屋保险分成不同的种类 自住屋 出租屋 空屋 度假屋 还有现在很多人都有在经营的LB&B 所以很多客人都会觉得说 我房屋保险保的就只是房子 为什么还需要更换这些信息 这就是原因 而且因为房屋保险虽然看起来内容差不多 但其实内在的细节大不相同 比如说个人财产在自住屋保险里 个人财产保的就是房主自身的财产 但是如果是出租屋的话 它也只是保房东在房间里面的东西 并不会包括房客的个人财产 所以房客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您现在的保险经济去购买一个租客保险 再比如说Loss of Use使用权损失 如果是自住屋的情况下 房主因为保险公司在修缮房屋 导致说房子没有办法居住 保险公司是会赔偿房主在外的安置费 但是如果是出租屋的情况下 如果房客因为这种情况 没有办法在房子里面住 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房客的安置费用 保险公司只会赔偿所谓的Loss of Rent 也就是房东在这段时间所谓的租金损失 所以如果说今天有类似情况 一定要跟保险公司及时通知 这样的话就以防之后 如果有任何理赔保险公司聚赔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和保险公司及时通知 华新保险目标成为加州亚裔市场上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济公司 而且华新市多清系列报道 专门为在美华人来解答各种保险 也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请不吝点赞